對於全世界 這個人類影響最大的兩個科學家 一個是牛頓 一個是愛因斯坦 他們跟蘋果有什麼關係 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先看一下 愛因斯坦 他一生大概發表了3000多篇的科學論文 可是最有名 大概就這四篇 光電效應 布朗運動 狹義相對論 跟質量不滅定律 有些你知道 有些你不知道 沒關係 理論上這四個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可是這四篇 他什麼時候發表 是他在 西元1905年 就是他當年26歲的時候 他發表這四篇 大家比較知道的這一個 這個定律跟這個 科學論文 那26歲 怎麼一年就可以發表這四篇 那我們看 牛頓也是一樣 牛頓他在 西元1666年 就是他23歲的時候 他發表了什麼 大家最知道 他發現了萬油引力 就是地性引力 然後還有微積分 還有包括像光學廣義 二相式定律等等 可能你知道或不知道 沒關係 重點是牛頓跟愛因斯坦都有一個特點 他們都在他年輕的時候 像牛頓是23歲 愛因斯坦是26歲 那一年呢 等於說是他們人生中的奇蹟年 一年就發表了 影響了全世界的相關的 這個定律跟論文 之後再發表了 反而就沒有這樣的一個 引起世界的一個迴響 那這件事情叫什麼 代表不管你再聰明的人 可能你的奇蹟 就只有那一年或短短的時間 這跟蘋果有點像 為什麼講蘋果 蘋果我們知道 過去他的新品發表會 大家重視的是所謂的硬體 就是硬體的這個發表會 可是呢 就在昨天的發表會之前 他們在3月18號 19號20號 一連三天呢 在網路上 把他的硬體 嘲嘲了事 我們官網宣布了 我們發表iPad mini 還有iMac 還有無線充電盒 所以呢 他在網路上官網呢 就讓大家了解 他的硬體有這些 感覺上他沒有那麼重視 反而他這次比較重視呢 是在軟體的部分 那我們告訴大家什麼呢 是不是蘋果的奇蹟已過 因為呢 我們知道蘋果最重要的是在硬體 那硬體這次呢 他嘲嘲發表 所以代表了 台灣相關的蘋果硬體供應鏈 你的奇蹟數已經過了 因為蘋果已經不太重視這一塊 那軟體 未來會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持續做觀察 那軟體的內容呢 很多包括他有信用卡啦 還包括遊戲啦 甚至還有Apple TV 還有這個Apple News等等 這不過我們在做觀察 可是要請教 這個Arthur的意思就是說 愛因斯坦跟牛頓 奇蹟的時間 奇蹟年都很短 那現在蘋果呢 放棄硬體 轉去軟體 是不是代表 他在硬體的部分 尤其是台灣相關供應鏈 硬體的奇蹟已經過了 反而硬體的奇蹟 會不會是跑到 其他的廠商那邊去 我本身也是學這個風水跟奇門 頓甲的 人家說人生有三個機會 其實不是想說三個天的機會 而是每一個機會五年 也就是說每一個人的黃金十五年 是你飛黃騰達的時候 剛剛從Kevin講到的 包括牛頓 愛因斯坦跟所謂的一個什麼 一個蘋果大概也都有這個機會 也就是說這一些年代 大概他們都已經消失掉了 其實之前蘋果 他把他的一個執行長 也就是從Burberry這邊請來的CEO 把他fire掉就是看出來 他已經不想去競爭這個硬體了 而且他一換掉那個 那個女生 是的 股價就漲了四成 因為他可能要走比較平價路線 對 他知道可能市場上 會被一個華為來做一個取代 因為去年下半年的華為P20 真的賣得非常非常好 對 所以說剛剛Kevin這樣做一個開場 也就是說昨天晚上大家有一點失望 蘋果好像開始在市值挑軟的吃對不對 那未來會怎樣我們不知道 還是期待蘋果能夠有一番龍井出現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說今天到底主要的題材在哪裡 今天晚上九點鐘 也就是說大家在收看五期金錢報的同時 在法國巴黎 一個盛大的心機發表會 對華為一一三零 一模一樣 因為他跟我們這個 Kevin主持的金錢報打對台 我當然是壓Kevin這邊贏 不管是經濟圖利還是一統天下 一定是金錢報贏 當然窮者發奮圖強 然後舒適者他會苟安 所以說當然大家可以看到華為他怎麼樣 去把這個市場吃下來 越臭越勇 他從去年是全世界第三名 看看今年能不能夠 因為擊敗蘋果大概已經是既定取了 能不能夠連三星也取代 成為世界的一個霸主 所以說今天晚上九點鐘 這個P30 這個到底他的一個心機有什麼樣的亮點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首先就是去年全球手機市場 去年其實是年衰退4.1% 大陸市場衰退更嚴重 因為中美貿易戰 消費能力下降 他衰退了15.6% 對 奇特的東西來了 也就是說華為他在去年竟然年成長35% 而且他在去年的第四季竟然大幅成長37.6% 所以手機市場沒有增量 只有存量的轉移 那存量全部轉到了華為 所以說華為他在去年第四季亮點在哪裡 也就是P20的Mate跟P20的Pro 所以說華為他在今天推著P30的特點當然很多 但是我想要藉這個節目跟各位講 我感到有興趣的是這兩點 也就是說第一個是10倍速的一個變焦 這是跨時代的一個革命一個突破 再來的話是水滴型的雙曲面的一個螢幕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也就是說10倍的一個變焦 這個是6.76的一個毫米 以現階段的兩倍變焦是8.6毫米來說的話 他大概薄了23% 那因為他這個薄了23%的話 我們推估這個產業面 他可能會用一個G加P 也就是橫躺式的潛望式的一個鏡頭 來取代目前的一個直立的一個鏡頭 這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一個變化 所以說以目前來說的話 像這種所謂的一個什麼一個潛望式的一個什麼一個變化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跟各位來講 他有什麼樣的一個商機 今天有一檔個股在創新高 水滴型的一個雙曲面的一個鏡頭 的一個螢幕 他目前則是比較 所謂的一個什麼一個成熟的一個技術 像瀏海也就是說 蘋果一直為人所詬病的 為什麼都要瀏海瀏海瀏海 其實在這邊跟各位講 瀏海的原因是因為 裝置這個前鏡頭還有包括聽筒 還有距離的一個傳感器等等 但是螢幕比就是沒有美學美感 他只有81.1%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就是蘋果的一個瀏海 所以平占比只有81% 平占比只有81% 那你再來看一下 目前有一個打孔的一個手機 打孔的一個手機也就是在這邊 這個叫打孔的一個手機 那這個打孔手機 你不要以為說這邊鑽個孔不對 他的一個表面跟背面 完全都是沒有孔 他是在中間這邊鑽孔 中間這邊鑽孔 那他這個叫做華為的一個NOVA 他的一個試他的螢幕比 他有拉升到86.3% 但是他這個螢幕層要開孔 他的成本比較高 而且成像跟進光的一個效果 也比較不好 目前也都多用於LCD的螢幕 LCD的螢幕大概成本佔45美元 像現階段的OLED的一個什麼 一個螢幕大概是80美元左右 所以說華為的P30也是OLED的一個螢幕 再來的話就是近期推出來 叫做無孔手機 無孔手機 無孔手機也就是說 大家可以看到是這邊 完全沒有孔 平占比已經來到98 98 這個Vivo推出來的一個今年的新機 是完全 包括魅族也有 完全的一個無孔的98% 但是他沒有辦法做人臉的辨識 沒有辦法感測 所以說他屬於一個概念機的一個階段 是 所以說你說雖然像這個無孔的很好 但是他沒辦法來做一個人臉辨識 所以沒有用 華為就是用到這個成熟的技術 我們看一下 這樣聽完我晚上9點想要看這個發表會 不行 一定要看你自己主持的 五七金錢包 跟你講我覺得還蠻有料的 我已經把領先這個華為的東西 提早跟全國的觀眾講 大家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就看Kevin主持了就對了 那我們來看看目前這個全螢幕趨勢的一個受惠股 其實除了3034的聯勇 我們可以打出來3034的聯勇 對 現階段這個成熟的一個技術 一定要用到驅動跟觸攻IC 也就是TTDI 台灣的聯勇 從我去年年底一直講140塊以來 已經快到200塊了 沒錯 今年的一個需求大成長34.2% 這就是產業選股 所以說大家不用去管短線上的一個漲跌 就是這樣整個波段讓你獲利賺飽飽 再來剛剛講的是不是曲面的一個螢幕 對不對 就是6552的一個易華店 全球為三的一個廠商 大家不要以為說齊邦也有扣服 其實齊邦也有扣格 所以說如果他偏重扣服的話 他扣格的利潤就降下來 所以說齊邦是左右為難 像鄭中基以前的老哥一樣 齊邦的一個獲利可能就沒有比較爆發性 愛情跟友情 是的 所以說是在 Kamen也是K哥之王 是年代的 所以652的一個什麼 652的一個易華店 才會從80幾塊漲到156 幾乎漲了80-90% 但我們不是要叫大家現在去追 當然當然 這絕對的 你要了解這個產業 這是一個趨勢 我們要講的今天是三檔相關聯動的個股 就配合這個華為概念 剛剛已經講到蘋果概念 讓人家好像潑一桶冷水了 對不對 那現階段怎麼春風吹上你的臉 你看一下第一個叫做驅動IC的8016系創 細創就是剛剛講到了這個感光柱的一個什麼 一個P sensor 這個關鍵性的一個什麼一個技術 它水滴型的一個手機 因為感測器都在螢幕下 感測效果很差 所以它必須要用高階長距的感測器 這個叫做細創的唯一的一個技術叫P sensor 這個先感測人臉的一個位置 它感測這個位置的時候它不用去耗電 再來的話它在啟動結構光 也就是3D身影 結構光去解鎖 這才在做一個什麼 一個用電量 這樣會比較準確跟比較省電 目前只有奧地利的AMS跟8016的細創 有此這個技術 但是細創有什麼樣的一個優勢 它賣的這個產品價格 比AMS便宜三分之二 也就只有三分之一的價格 價格優勢 所以說它獲得中國華為小米 vivo跟oppo四大品牌 以及三星A系列的訂單 這個P sensor這個產品 今年對矽創8016的矽創營收 大幅的會貢獻53.9%的一個成長 二月份的一個營收 其實矽創已經創下歷年同期新高 一到二月的營收也是歷年同期新高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一下 今天的一個矽創再創新高 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跟華為相關的一個聯動 所以說大家可以留意第一檔 8016的細創 第二個就是3019的一個雅光 包括昨天外資賣了40億 它都沒有賣都持續買超 今天股價竟然又跳空 又跳空創新高 而且今天一開盤 已經創了之前兩天前的一個新高 非常強勢 這也是一個華為的一個概念股 當然它二月份營收也是一樣 年成長3% 接下來就是今天拉尾盤的重頭戲 3105的穩帽 穩帽這檔個股悲情了很久 從2018年的下半年以來 因為蘋果手機賣不好 整個的一個股價一直垮下來 但是現階段華為大舉拉貨 對它為什麼有利 華為主要它這個生化家 這個是下單給Skywall 跟所謂的波抗 也就是Avago 但是這個Skywall跟波抗 它又轉單給穩帽來做一個代工 以初期來說的話 大概有2萬片的一個什麼 一個生化家的一個需求 而且這邊你要特別留意 以現階段第一季來說的話 穩帽它大概產能利用率是4成到5成左右 而且是今年的最低點 依照股價來說的話 它為什麼能夠在今天又拉出一個長紅 因為它在第二季之後 第二季下禮拜一就是第二季了 就是4月1號 會逐週 各位不是逐月也不是逐年 是逐週增加頭片量 對 所以說華為賣得好 這相關的一個個股全部都受惠 你們看看今天的一個什麼 一個3105的一個五帽 竟然能夠逆勢尾盤 拉出這個長紅 缺口都補掉了 當然就是有它的一個什麼 一個意涵在 是 好謝謝阿Sir從這個華為新機發表會 幫大家做一個全方面的選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